來看到全國首創 為了保護外勤員警的安全 台中市警局和廠商合作 研發出了攜帶型的警示燈 只要將這個環形警示 掛在這個三角錐上 再配戴連線好的警報器 三角錐一旦被撞擊 警報器就會馬上亮起 並且震動 提醒員警要閃避 如此一來就能夠替員警 爭取三到五秒的逃命時間 遠景夜間直勤站車道旁指揮交通 就怕視線不良 車子亂闖亂撞 三角錐放旁邊 這時要是有人車撞倒三角錐 遠景身上警示器馬上亮燈狂叫 提示遠景快閃 這個警示器的敏感度有多高 我只是輕輕的碰一下 遠景身上的感知器 馬上就會響鈴大作外加震動 提醒遠景快閃的法寶就是它 全國首創攜帶型警報型警示燈 橘色警示器套在三角錐上 只要三角錐被撞擊 掛在遠景身上的警報器 一秒內就會響 預留50到100公尺的距離 即時接收到訊息的話 它大概會有三到五秒的反應時間 這一組警報警示燈 是台中市警局和廠商一起研發的 而且特別設計輕巧好攜帶 減輕遠景負擔 有設計這個警示燈 提升遠景外出執行的時候的安全性 2016年7月 新北市盧州一名交通隊遠景 被酒駕女駕駛從後方開車撞斷雙腿 遠景在外執行風險居高不下 因此台中市警局花100萬元 買42組警報警示燈 藉此來提前增加遠景逃命的黃金時間 華視新聞 熊木蘭 張東風 台中報導